这是一个200x200,手动的电脑压机,它的宽度是200x200,上下的加热温度是300度的,然后也可以升一个500度,500度需要更换大部位的加热锡里头,这是有温控的控制防止,控制上下加热板的温度,下面演示一下,按下加热键,这两个就开始通电了,这是设置的温度,这是实际的加热板的温度,上面控制上面的,这个是电源指动,这是电加热的, 然后呢,我们通过设置按钮,调整小小点的位置,加,减,加,再按一下,小小点就挪了,我们把它加上200,300,400,500都可以,我们把它调成200吧,下面也是公用的方法,再按下小点移动调整的位置,200,这个开始设置好了200度,然后就开始升温了,然后我们这边呢,是两个水等降温,对, 这是快速降温用的,这块板是为了保护主机的,降温的,实动通道,这边呢,是放一滑杆,把放一滑杆紧死,我们给大家加上压室一下的,这样,油管里边往上升的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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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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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,好,好,好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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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款压力最大是12吨,然后呢,上面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可以把它更加上那个丝杠,这样的话呢,空间就会更大一些,但是呢,更加完丝杠之后,上面就不是固定的了,它是活动的,有时候可能会有点晃度啊 下面我们给它洗一下牙,是一样的,吸根牙机器就快速回收了,可以看到快速会回到原位了 好了